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生實在真美好 當您可以享受在耶穌的氣氛 人生美好的溫足 讓您無法度通形容 你說什麼叫做耶穌 我簡單說啦 耶穌說起來好像很學習 好像很積極很困難 其實不是啦 為什麼要去戴五千元級的飯店 六千元級的飯店 有什麼你知道嗎 你說那氣牌啊 人家的飯店有種感覺 那就是耶穌 那就是耶穌 人家跟飯店都一樣 你在問成啊 為什麼要戴飯店 為什麼要戴飯店 你就會覺得 哦 心情真好 戴這個飯店 怎麼這麼好 因為 自一開始 你用收拾一邊人家 插著人家大門 打開幾種感覺就不一樣了 因為你去戴飯店 一個去到他門口而已 看那個大廳 看那個路邊這樣 這麼大 人家的飯店這麼大間 人家的飯店 去到那裡 五千元級的 六千元級的 那飯店有造型的啊 以前你去到那裡 拿手機 去飯店 去到門口而已 人家的飯店 人家自動打開 一邊而已 你看那肚子 哦 那個代理笑 你看用的建材 你看裡面的狀狂 現在一個一邊而已 大廳中 可能一個雕像 踩在那裡 不然一個噴泉 有什麼 小孩子在那裡放雞 有沒有 那種叫做藝術品 你說 放這道菜 要燉爐啦 你就不了解了 藝術品 他不是說真實用的東西 意思是說 藝術品 你如果拿掉 他不會給你的生活 他跟你的吃飲 他跟你的生活 那些都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 藝術品 可以提醒你生活的質感 什麼叫做藝術 一樣說吃飯就好了 我們拿豬 你拿這個免洗環保筷 這個用茶的 吃完就等到豬 你拿著象牙的筷子 那邊又放金 你牙在那裡 像當中 不一樣 不一樣 拿起來 那塊的碗 那塊的 噴射 不一樣 所以你就覺得 雖然一樣一碗白飯 但是用不一樣的筷子 用不一樣的碗 吃起來 覺得那個飯特別香 有差 為什麼有差 因為鄉底做的 我們有一個叫做藝術建賞力 這是我們人的天性 鄉底做的 我們人很自然對這個美感 美感 對藝術 我們有一種敏感度 我們有一種天然的一種靈力 所以 我們會很想要去 可以來 在這個生活中 可以讓你覺得 不是只有社會 要做情感 情感 情感 氣氛 這就是為什麼要大飯店 大飯店裡面 你自己的孫 他所調的東西 他爬上面 可能調一百度 那百度 那百度 可能是幾年十萬 人家說不定 是一個世界冥族的作品 讓你看到那百度 你會覺得 哇 我坐在這個大廳 就感覺 做人很好 會有這種感覺 現在再來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這個特房裡面 你會覺得 比較高級的房間 一個打開 喔 看一看 看便宋 便宋最好笑 一樣 這個買湯 買湯就讓你去 那裡放的地方 而已 但是 買湯的感覺 差很多 有的朋友在笑 說 我真的 我便宜 夠好去的人 睡在這個比較好買湯 我們就放得出來 沒有啦 不能這樣說 我們不是說 耶穌不能讓你 說得這麼沒水準 人家買湯 你去而已 你會覺得 哇 好像像 連我在做這個 吃太高的事情 上廁所 都感覺是很有氣質 它是要促作出這種氣氛 它不是要讓你放得快 你不要搞錯了 對吧 人家讓你覺得 上廁所是很優雅的事情 所以人家現在買湯 做行做得很漂亮 還有奈米科技 那汽料用得很好 所以你呢 在那便室之後 又自動幫你搶水 自動幫你洗 你都不用拿衛生紙 然後幫你自動風乾 對吧 你覺得 原來上廁所 也是這樣子優雅 對吧 連去便室 也是覺得 一點負擔都沒有 現在要洗手 那個水龍頭 有造型 你看 你用的時候覺得 這個手洗了 好像特別的乾淨 其實沒用 你水倒水 清採洗也很乾淨 但是他這種感覺 這就是人 人要感到我換了 真好 要有一種感覺 一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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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一種質感 所以透過一種藝術 讓你會覺得 哇 真美好 讓你會覺得 哇 真的很好 所以你現在看到 什麼 我也可以當這些報警 都聽到 我只看人 站在鏡頭前 說給你聽 我說話也都一樣 你不想看 你不想看 因為 創作人家都有眼睛 所以你有眼睛 你會想要看到 漂亮的東西 所以你現在 在聽老三 在講故事 你眼睛在看我的標準 看我的動作 這個東西 你看的時候 就要配合到 後面的背景 這個背景 包括什麼 包括它的食材 包括我們說 菜的這些東西 包括什麼 包括我們打燈 所以你如果有認真 你看我什麼 節目的時候 我節目的頂會悶 後面的天空 會悶醒 我會悶氣 我會悶氣 有時候看得到 好像更晚時 有時候看得到 好像更早氣 那都設計過 我穿的衣服 食材 我也可以當 剪菜 穿的衣服 那樣就說過了 但是我是怎麼建議 這樣設計 因為我們人 就是會要求技術 我們人的願望好看 我們人的願望 當我看到這 節目的時候 叫做 賞心悅目 我有這種 賤勝的感覺 我不是只想要聽道理,我會覺得在看你的節目會好好看 我會覺得整個佈景,整個節目呈現在我面前的 是一種很用心製作出來的東西,我們人就是得到萬象 當你得到萬象的時候,你會放得比較輕鬆,你的心度很自然比較開 你會比較懷疑,聽我老三講,你看比較會久 這就是這樣,這個阿明就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人會要求耶穌,絕對會 所以你現在開始,你今天看完之後,你不要再跟我說,老三藝術我不知道,我又不是藝術家 不是這樣,每一個人都是生活藝術家 每一個人,我們其實在我們的心中,我們都會要求藝術 所以你在煮菜的時候,不是煮到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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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的就好,不是 我們的煮菜,我們知道嗎?要求色香味俱全 這個菜旁出來,要吃菜人家,跟自己吃不一樣 大家吃青菜吃的肉就好,人家來要有一個生意,所以我們煮的菜 熬配料要好看,紅蘿蔔配一個小黃瓜,要配一個熬的 再來呢,要有香味,菜這樣香出來,噢很香,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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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進到我們家裡,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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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說,因為我們人有一個藝術性 因為我們人很天人,我們很基本 我們要去要求藝術的感覺 我們的基台,我們的基台回到一個門打開 看到裡面這樣清清清清,桌子還有一塊豆筋在那裡 一切都是很講究 你會覺得這種生活真有價值 你會覺得這種生活真美好 每一個人都一樣 所以如果我找到我的孩子去住飯店,他們都說,住飯店很好 他就想說,我住飯店很好,其實住飯店也是睡著 為什麼睡著這麼多錢?氣氛 孩子為什麼要去住飯店?因為我覺得飯店很好 我東西忘了,我現在出在工作回來後 人家的room service,客房服務 一間皮膚又用好了,皮也給你製好了 裡面的液晶,毛巾,衛星座,人家都給你用好了 所以我的孩子在處理的時候是亂七八糟,回家一看 喔!好乾淨喔!他們就會快樂了 這就是人 那個藝術性,是在我們生活中都提供得對的 所以我們人是安全的要求生活的進步 像你說塞車,你想塞好的車 那就是我們人對藝術的要求 所以你也跟我說耶穌,你說耶穌我不會 耶穌是生活中隨處可見 對不對? 車只有四個,你怎麼能夠照著叫做車? 為什麼要花幾百萬? 為什麼? 是安全的? 你管你花幾百萬的錢去買一台車? 二十萬也是可以有一台車 那插這麼多?插在哪裡? 插到那個藝術感 等你塞一台好車的時候 哦!你坐在方向盤,好像贏皮 還有你這個裡面的椅子贏皮 還有裡面這台車的中紅 裡面是營造出來的氣氛,讓你覺得尊重 讓你覺得我這個人就是真有價格 我不是說起車,對不對? 起車在那裡覺得怪怪 所以你坐這個好車的時候 你會覺得我現在身份不是起車 我現在是皇帝 你會覺得我現在很尊貴耶 我就是很尊貴的身份 不只要配在塞這台車 你會提醒你的主信心 這是藝術的妙容 所以我們人類的進步跟同步不一樣 就是我們人類的要求藝術 我們要求一個美感 我們住家的中紅 我們跟人跟人做的 我們來促作一種氣氛 我們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家裡要炒火,要點蜜蜜 電話要換蜜蜜蜜的 稍微晚上 不要用一公丁 這麼大拔給我酒 不可以家裡餐廳給你放一把台燈 讓你在那裡吃飯 那個沒有氣氛去了 我們來要求這個氣氛 這個叫做藝術性 所以當我們人 開始來追求藝術的東西 你會覺得外地很美好 真的外地很美好 那些藝術不是只有你們家裡的中紅 包括在唐門打開有一個view 所以像說海邊的廚都特別開 因為它有view 你說有view是怎麼開 因為它的藝術性有提升 你們家唐門打開是對面戒票的場合 哪有什麼好看 但是你們家唐門打開 喔 海灘 有人在衝浪 有人在藝術 有人在藝術 你會覺得一個打開而已 如詩如畫 對吧 有山頂的謎 喔 我唐門打開 一個打開 一個看 以前一個很漂亮的藝 一個藍色 碧藍色的湖泊 旁邊是山 我看 那種的感覺 沒辦法打開 我大過 我影響難忘 就是我專家去加拿大 去加拿大看這個 Rocky Mountain 就是說 去到這個加拿大 看這個洛西 洛西山脈 記得我們打一個很高級的地方 那個地方 你知道一個棋村 都堵到村 真的 因為那個地方 天然本來就很漂亮 塞到路邊 旁邊還有路走出來 迷路 很大 你躺在那裡 園區裡面 有很多動物 所以我知道一個棋村 門打開 一個出來 出來而已 外面就有很多動物 你會覺得 好像在天堂一樣 現在我們塞車 只要一時而已 就去到一個蝦 那個蝦的旁邊 就是山頂 山頂坡 冰 因為那裡 都冰 結在那裡 你會覺得 像在一個月裡 所以坐在那裡 沒想要走 你都沒想要走 只坐在那裡 看那個風景 坐一兩點鐘 都不會善 那種感覺 那時候你會覺得 生命多美好 這是什麼 藝術 藝術 不需要吃什麼好東西 不需要 只要天然 那個風景 只坐在那裡 你的眼睛 看到那個景色 已經藝術感 一百分了 你會覺得 我真的 可以用眼睛 看到這個東西 我好滿足 我好快樂 人生真美好 所以藝術重要 藝術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你如果看阿爾卑斯山 對嗎 山頂的一間廚 或是你看 有的高等 蓋在這個很美的地方 你都會提醒 就說 生命 有種尊貴 生命是一種藝術 當你有時候 感覺生命是一種藝術的時候 你就完熟起來了 所以請來朋友 人生要快樂 人生要得到完熟 你也是要提醒 你的藝術性 藝術性 包括我們襯衫 配色 那種藝術性 包括我們出門在岸 我們的談吐 講話 講講中 我們走來走去 大小聲 這都是藝術性 這藝術性 很靜靜的連結 好 來 相關這個 待會兒 謝謝大家 來 歡迎回來 有什麼節目 我們起來 人生金融 要來講 信心說 說 叫上帝 將那個 使人 滴火到 欺激的靈 相處給我們 給我們 可以來罵他 就是說 上帝 他是真藝術性 你要罵上帝 你要有這點 滴火 要有些想像力 不是說 上帝叫我看 上帝 上帝 在我泡台 我就相信他 太快送了 上帝 叫我們 可以 可以 像自己 靈光一散 這個世界 應該有上帝 上帝 上帝要用 來叫你的名 當然這也是有 這個 有記載 歷史 都有發聲過 但這不是上帝 上帝要用的方式 上帝 要我們人用心去 提灰 上帝 能創造耶術性 在我們的心中 他就想說 我們人家 要外交的品質 外交的感覺 所以上帝 很愛我們人 過程 好的生活 那個好的生活 不一定是說 真好好的生活 不是 我們要懂得 經營自己的生活 上帝 要外交的快樂 上帝 既然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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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覺得 你都覺得 每一天都是新的 每一天 我們看到的食材 是不一樣的 每一天 上帝給我們的天氣 是不一樣的 每一天 上帝給我們的外面 的環境 的變化 是不一樣的 隨著時間 在改變的時候 你看到這些不一樣的東西 這就是上帝的藝術性 上帝給我們 不一樣的季節 不一樣的季節 你看到水溝還是不一樣 像我上面的過季 也不一樣 現在有的食材在那裡 那也是藝術性 所以上帝 創持這個萬物 上帝就是一個 人家 是藝術家 所以你說人 孤母 上帝要更孤母 上帝創造的東西 他不要說一項就好 他要創造就這樣千千百百萬一項 這樣才會不一樣 上帝創造的人 也是一樣 上帝創造的人 要的人在地上 四界大四界大 上帝要讓人分開 四界大 發展我們的文化 上帝要讓人 可以外出不同的生活方式 這樣才會更豐富 這是上帝的藝術性 我們就是了解創造的上帝 是一個藝術性的上帝 我們這些上帝的兒子 我們也會藝術細胞 所以不一定可以外套 像我老三人 我不會外套 我們可能對著什麼雕塑 陶圖 這些藝術性的東西 我們可能就不太了解 要叫你熱鬆 你熱鬆 你熱鬆 只有一個頭 那個鼻勒都不對 可能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沒有那個美感 但是 我們的心中 技術性上帝 有我們放在 真豐富的藝術性 是在我們裡面 只是說 這個藝術性 它不一定標達在 這個 學生啦 設定啦 衛道啦 美術啦 或是雕刻雕塑 它不一定發展這個方便 但是你不要叫它 這個方便我不行 我就是沒有藝術性 不是嘛 所以這次的 這次我老三在講到說 你要去將你心中的藝術性 要吹出來 要發揮出來 說話也是一種藝術 聽話也是一種藝術 你的心外的安排 也是一種藝術 你的人質的關係 也是一種藝術 所以最初的 我們提醒藝術這兩次 就是你要去 要去遮到一個角度 嘟嘟好 多久 多久都不好 就是這樣才會嘟嘟好 像老三本身 他們進行文學 我這樣寫文學 你就知道 有時候那些二句 說這句是 這句是買還是沒有 如果多一隻 可能就變另外一個意思 減一隻 可能比較有力 那是為了一隻 一隻、兩隻 或是換二隻 換二隻 換二隻 代替一隻 那都是全藝術 那對我來說,文學這是我的藝術 所以我不知道,對你來說 你的生活中,多一個部分是你的藝術 但是你要換掉快樂,人生要比好 你要種這個東西,要藝術化 藝術化 你在你的專業上,不是只專業化而已,要藝術化 我們現在說專業,專業就是別人不可以,我可以叫做專業 我說這樣又不夠 做人要快樂,不是只專業,專業化而已 要將你的專業國體性 專業國體性叫做什麼?叫做藝術 叫做藝術 所以有人看這個大金的人 這個大金的人說,這不是音樂 這根本已經是一種藝術 意思是,你在聽他的音樂的時候,不是單純的音樂 他的音樂裡面,有在表達一種很像的意境 古代的文學,也就是江湖 叫做詩中有話,話中有詩 他也有詩詩,也有詩詩,也有詩詩 他在詩詩的時候,你會覺得有詩詩出來 你好像不詩,看得到一百度一樣 他在詩詩,你看他的詩詩 哇,像親自詩詩一樣 藝術 他已經不是文學加字 他中文學的專業已經藝術化 他中文學的詩詩已經藝術化 所以很多詩詩,已經變成藝術加起來了 所以我們人體型 我現在要強調就是,我們做人 你要講你的生活藝術化 你的生活也是藝術化 每天我都有夠好的,都有夠讚的 我就是一種藝術 你如果這樣,你就成功了 所以人家在世間的家庭 人家在世間的美好 你就是不可以說 每天生活都沒有什麼 每天生活都沒有目標 你要講你的生活可以藝術化 你只能自己這樣對待自己 我就是生活藝術家 人家出門,我做什麼事情 那都是一種藝術 你現在開始,用這種角度 來修理你的生活 我保證你的生活 一定很大的改變 一定很大的一個體型 就是用藝術的角度 穿衣服做什麼事情 都可以說 我盡量讓我自己更精緻 讓我自己覺得我的生活就是一種藝術 別人一定會尊重你 在這裡你自己的生活最準 一定很大的一個體型 所以不要跟我說 我生活沒意氣,我人生不好 你只要願意將你的生活藝術化 你會去藝術這兩天 今天老三說這麼多 你來實行 祝福你的生活就這麼美好 好 今天就在這裡 後一集請繼續收看老三的節目 謝謝 我看一聽 不說不太喜歡 人類已經從很大世界 現在看到了 兩全很美小的世界 小小的世界裡面有一片天 叫做奈米科技 要怎樣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上呢 今天請我們專家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來,請 老三你好 前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藤庄长庚大学机械系简健堂 老师你好 是 钱老师是太空的博士 但是这里都有关系 所以研究的东西反而是 看 看 看 尤其现在对再生能源的方便 今天这部中 全天邀请他来说耐米科技 因为耐米科技跟大家真有关系 食衣住行 还有什么生物科技 抗老化 让你外国更长 让你买安装 因为套过这些科技的博物 让你的生活品质更好 所以我们的 关键我们慢慢来说 我们今天先对耐米科技 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们朋友在做马桶 跟耐米科技 说耐米科技 真厉害 因为耐米科技就是 我们所了解的尺寸 材质 材质比较柔 比较柔 比较柔 很小的 所以你能够保护 可以抵抗细菌 哦 没钓在那 对 你说我就了解了 因为以前我们说变瘦马桶 马桶同样在那里 你不要说耐米科技 把马桶变小 你卡中就这么大 你马桶变小啦 不是这个意思 是在说 它用材质 所以同样那样 马桶 但是你用它噴一层保护膜 对 它用耐米科技噴了之后 我们上厕所的蜡杂 不会掉在那里 我们冲洗的时候 因为它在栽浸 它会耐米科技的保护 所以细菌 无法抵抗在那里 细菌不在那里 所以变得更清晰 是 好 你看 那样的耐米科技 在这个衣服方面 要了解说 也是用耐米科技在浸 对 可以保温 抗温 净净 较轻 对 不过以前在登山对吧 是 那八参 因为山顶很冷 你看那衣服 要穿多高 现在不用 现在听说耐米科技 它用在载浸 改变这个载浸 现在可以让你的 很轻 在这里 防风 防雨 还做护衫 不用另外一个护衫 可以防风防雨 但是你说 防风防雨 不都合适 很厉害 耐米科技的厉害就在这里 它说防风防雨 但是会呼吸 我觉得这比较 但是 我们一般的朋友的 这个 品种 我们也要稍微有 这个科技的了解 是是 要有这个尝试 你普通的时间 给你挂一个耐米两次 就继续给你 哦哦 这样穿很广的 对 不可以说 要放屁 所以要稍微看 到上面这篇 了解说 什么叫做耐米科技 对吧 你稍微有了解 我看了这两次而已 本来一百 一千 你现在五五三 买下去了 所以看我们这篇 就会了解这个关联 甚至我们 有一个青年 他以前 他在做这个 中钢公司的研究 在研究这些抗体 这些载浸 他说他要用耐米科技 让车的车盆 不用这么厚 车盆可以变得更薄 但是呢 电力还要用 复合材料 他说那就是 利用耐米科技 对 让他这个车盆 不用像现在这么厚 因为你车 如果车 你燃料 你变得更好油 像飞机 飞机的机身 我们里面也用这些 复合材料 碳纤维 是 所以轻量化 是 还有改用 就是说 他材质改变了 不断变轻 而且更耐用 他的性灵 役役得更好 我实在说起来 我们人类的头脑 你说没有上帝 没有上帝 没有上帝 哪有可能 说我们人类的头脑 能够这么聪明 真的上帝 創作我们人的头脑 有够好吗 因为这个耐米 其实也是本来上帝 就是創作 那是上帝 让这个科学家 有些地位 去发现 discover 没错 去发现这个名字 好好来应用 对 来做做 一直做做 是上帝 做做做做 就是说 哪有没有这种的现象 那是上帝的做做 是只不过我们人 化到这准 我们才发现而已 所以说这个污渡中间 要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药苗 上帝放在那里 在等 等我们慢慢的 我们慢慢的 我们说剥洋葱 一盏一盏 一盏 第一关真言 我们说智慧的开端 就是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建委也会发 建委也会发 是智慧的开端 你如果建委上帝 你说上帝 你帮我教 这个时间一定要有很多药物 请你帮我教 上帝就让你智慧 可以开你的眼睛 可以了解 他可以从这些进步 来贡献给我们人物 不是说去製造 还比较危险的武器 对 这个概念 不然以后 那些小小的东西 很牵手的 致命性的武器 这次我们要提醒 别研究 研究一些对我们人物好 别研究对我们人物不好 科技本身都很好 看你怎样应用 在他 真有趣的外地 还有很多 要怎样用在这个抗老化 让你越来越年轻 记得要继续收看老化什么 这部 今天很感谢我们的专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